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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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來沒有碰過這一次疫情影響的猶豫這麼大 但是感謝政府辦了很多的紓困 還有防疫做得非常地好 還有就是所謂的振興 就是未來要做的事情 參與這個課程我覺得會給很多的學員們 有一個機會再充電 因為如果只有單一的技能 是很難以繼續升級下去的 很況未來的語言的變化 我們也是一個未知數 所以唯有現在充分的努力去學習 可以改變我們的命令 我們身為領隊跟導遊 看到這一次全世界的一個疫情 讓大家受到很大的衝擊 其實危機也是轉機 平常大家領隊導的都是拿著麥克風去代團 很少有機會當成學生學員再重新學習 我覺得說要活到老學到老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 讓我們透過學習跟沉澱跟反省 然後透過交流 可以讓整個行業的品質素質 個人更加地提升 我覺得帶領到這次的工業人員 一起出來到戶外走走 感覺是還蠻好的 這好的部分 其實說上來就是說 如果我們在一般的旅行社裡面 從事內型的人員 OP或是一些業務人員 長久都是在辦公室裡面 那藉由這次的機會 我們可以多到戶外走走 其實對身心靈的幫助也是不錯 這樣子 那當然在線上也是會有很多的領隊導遊 但是在這一次的疫情爆發的當中 大家都一夕之間都失業了 那藉由這次課程出來 大家又可以到台灣的各個角落去認識一下 然後重新了解一下這樣子 江波光局也是很用心 到每個景點幾乎都是有安排我們當地的解說 專業的解說老師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對大家的收穫是蠻多這樣子 我覺得這課程可以幫助到就是說 我們一些平常沒有在接觸我們國民旅遊的旅遊同業 就多了解一下我們國內旅遊的部分 還有我們的生態 因為未來這幾個月下來 可能國外旅遊還要好一段時間才會恢復 那剛好讓大家來學習一下國民旅遊的操作 未來其他後面他們可以去思考一下 可不可以去往其他的一個面向去做發展 是一個很好的幫助的地方